随着汽车的普及,很多人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汽车,但是很多人都不太了解汽车。 更别说那些刚从驾校毕业没多久的新手了,就连一些驾龙好几年的人,可能对于一些汽车上的细节知识都不太了解。 比如汽车油箱盖的这三个秘密,就有很多人都不知道,就连老司机可能都不清楚,你知道吗? 若不懂,现在告诉你答案。 一,轮胎重新压力指示牌。 对于汽车知识,稍微有所了解的人,想必得知道,轮胎作为汽车和地面直接发生接触的部件。 它的状态是否正常将直接影响到汽车行驶时的动力性、舒适性以及安全性,而胎压则是汽车轮胎的关键性参数之一。 胎压过低或者过高,都会影响到汽车的正常使用。 所以在汽车上都会配置,有胎压指示牌,以高知使用者,应该将胎压保持在多少。 并且一般都会分为,正常状态和满载状态下的两组胎压数值。 这个指示牌有时会位于,汽车驾驶11边的门板开口内侧。 而有的车厂则会将其设置在车辆的油箱盖那里。 2.燃油标号 在很多情况下打开汽车油箱盖,就是为了进行加注燃油的操作。 所以很多汽车制造商,都会将当前车型,所推荐使用的燃油标号,标注在油箱盖上。 这是为了防止消费者,粗心给车辆,加注了错误标号的燃油,若是加错的。 可能会对汽车造成一定的影响。 3.排水孔 为了保证车辆的排水性能,车厂在汽车身上的很多关键部位,都设置有排水孔。 而在油箱盖下部就有一个。 这是因为油箱的外扣板的密封性,往往并不能做到完全防水。 在雨天或者洗车时,难免会有水透过缝隙进入到油箱盖里。 要是不及时排出的话,可能就会对车辆造成损伤。 而且油箱盖排水孔比较容易被灰尘杂物等阻塞,所以一定要定时检查。 保持其畅通。 以上就是汽车油箱盖的三个秘密了,像这样使用的用车小知识还有很多。 平时一波观察和学习,对于养车用车能有很大的帮助。